戰爭遊戲是目前市場上的主流 而美商藝店繼之前的 《戰定風雲3》全球大賣座之後 陸續要推出最新作品《榮譽勳章》 而且它的風格上還會有大轉變 那到底這款新的遊戲《榮譽勳章》 風格有什麼樣的轉變 馬上帶大家來瞧瞧囉 美商藝店宣布 由於去年推出的第一人稱涉及遊戲 《戰地風雲3》全球大賣座 他們也打鐵盛熱 將在今年10月23日 繼續推出另一款老牌射擊遊戲 《榮譽勳章 戰場勇士》 而這一次《榮譽勳章》新作品 將跳脫以往的二次大戰風格 改以現代戰爭的故事背景 遊戲使用了最新的寒霜2.0遊戲引擎開發 畫面表現非常華麗 而玩家可選擇扮演美國海軍陸戰隊 英國的空降特勤隊 澳洲的空降特勤團 德國海陸空三七特種部隊等不同的勢力 執行各種危險的作戰任務